走进高雄凤山的黄埔新村 联动地矮的日式平房 搭配斜边式的屋顶、烟囱 到处充满历史氛围 因为它新建于二战时期 是台湾第一个眷村 更是现今台湾少数完整留存的 日治时期军事宿舍群 但这里曾经因为国防部的 老旧眷村改建政策 而面临被拆除的危机 还好高雄市政府紧急将这里 登陆为文化景观 与军方协商后 才让黄埔新村有了转机 整个黄埔新村 它大概有8.6公顷 70几栋房子400户左右 整个区域内的纹理 非常保存得非常完整 尤其它的建筑的样貌 还有它的植物的多样性等等 都非常的丰富 所以当时我们在思考 这么具有文化资产价值的一个区域 怎么样把它保留下来 于是我们就依照文化资产法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那就把整个区域去登陆作为文化景观 我们就去用了一个倚注待护 希望透过相关的民众或是有各种专业的艺术层面的人 来进驻到这边来一起维护这样的一个防射 来达到永续保存的一个目的 为了活化黄埔新村 104年开始高雄市文化局甩先全国 推出了以注待户人才基地计划 在不破坏原版建筑风貌 以及非盈利使用的前提下 免费使用空间 借此透过闲置空间的再利用 让老旧建筑获得维护 同时吸引人才的进驻 公告上去之后 会有一段三个月的一个看物期 让大家有兴趣了解的人 透过一些时间啊 时段来现场 我们逐一会跟他做说明 上乎起过后呢 他们就要提出他们要怎么样去进驻到 这个防射的一些计划 然后呢我们会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 一起共同审查 筛选出比较适合进驻到这边的住户 然后去做相关的媒合 我们在台北就很喜欢去逛老房子了 那知道了这个地方啊 老公因为他是艺术家也是一个老师 所以他需要一个创作的空间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来找一个这样的地方 也可以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童年 这个真的是还蛮符合我们的梦想的 孩子可以有一个摸得到土的地方 所以我们举家就来参观了这里 从平面图就看得出来大概是什么状况 然后文化学也很贴心的 就是他们有拍照片 室内的照片 那看一看之后我们就觉得 这一间啊 它是最符合我们三个人的需求 当初就是一定要保留这个屋况嘛 所以我们都是用旧地在地的素材 然后去做创作 比如说我们修剪的树枝啊 我们就留下来当衣架啊 然后这些坏掉的东西 我们就变成2D跟3D的结合的创作 我们就是保留在地的东西 然后朋友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跟他介绍说 这边是这个原生种的植物啊 还是原本的日式的建筑 然后我们去不破坏它 但是我们就给它加入我们的创意 主要我们是想要借由这个计划 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那就是我们关心的一些公益的议题啊 就是可以在这边发挥 布满作品的房间 呈现过往眷村房设的小巧温馨 以住户计划 至今已经媒合了34组人员入住眷社 目前开放第四阶段 共12户提供民众申请 市府除了会协助更新住屋处的基础设施 还会补助20万的空调设备 以及修缮经费 就是要延续眷村的生活机能 我们旅行承诺 我们以住待户就真的是住进来 每一个角落都一定是整理好的 我们不会说选择只修理这一边 然后那一边让它坏掉 我们是希望借由我们的力量 然后政府的力量 政府出一点钱 人民出一点力气 然后让这个老的房子 真的可以延续下来 不会倒掉这样子 已经有70多年历史的黄埔新村 记录着二战时代 以及白色恐怖时期 军眷们的生活记忆 即便世代更迭 但不变的是人们对老屋的热情 透过市府细心的规划 不仅让每一栋老屋 能够维持原本的风貌和特色 也让重新注入生命力的眷村 得以恢复生气 并且成为跨世代圆梦的人才基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